这条小屁孩偷偷潜入女毛册里 想拿回被老师没收的小人书 却意外发现老师可能是只怪物 眼前异常惊恐的一物 吓得小屁孩飙食又飙尿了 他回到教室后假装阵地 很快老师也跟着回到了讲台上 嗨仔瞪大眼珠仔细观察 发现老师行为举止也异常奇怪 这杰克老师说想搞一个活动 下一秒他就掏出十九几何巧克力 给班上的小屁孩每人发一块 同学们拿到手里吃的有味津津呢 唯独害怕的嗨仔一口都不敢吃 他怀疑眼前的老师是坨怪物 猜测巧克力肯定也含有剧毒 很快很快 吃完巧克力的同学就出现了异常 嗨仔见此连忙写下几张纸条 想提醒好机友千万别吃巧克力 却刚好被回过头的老师发现 下一秒老师就闪现到嗨仔的身后 警告他不吃完巧克力不准回家 在评论区输入闪闪发光的我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哦 下课后嗨仔马上找到好机友 把自己所见所闻151时说了出来 他怀疑老师是想利用巧克力 达到操控人心的目的 然后骗到自己闺房当宵夜来吃 面对巧克力稀释虽然非常不舍 但还是义无反顾丢入了垃圾桶 果然三五天后的课堂上 吃过巧克力的同学都眼神呆滞 走起路来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可老师并没有因此而手软 又再一次拿出大量的巧克力 让嗨仔必须吃完才准下课 醒目仔癫牛连忙举手报告 谎称说嗨仔对巧克力过敏 吃完之后身上会长出大量红包 搞得无奈的老师非常无奈 眼睁睁看着嗨仔从眼皮底下溜走 为了将这件事情调查个三清二楚 他们趁着夜色偷偷潜入老师别墅 不料他们刚刚闪现进院子就发现一场 只见站在窗前的老师露出猙獰的表情 听到叫声的老师急忙出去查看 三人则趁机像狗一样爬进了别墅 别墅里充斥着刺鼻难闻的恶臭尾 几个大铁锅不知道在煮着什么 他们穿过走廊后闪现到了二楼 却意外发现失踪已久的体育老师 他的眼神呆滞瞪大了两只木猪 西施连忙上前询问一加一等于几 体育老师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殊不知危险已经开始慢慢逼近 突然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几人急急脚躲在了沙发后面 随后老师就轻手轻脚走进来 三下五除二就发现躲在沙发后的同学 下一秒就用手大大力抓住了颠扭 老师也不再装不再低的耳 直接伸出他那两米二六的舌头 就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 突然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钟声 回过神的老师使用祖传的巫术 并妥妥控制住了体育老师 让他去把三个同学给抓回来 眼看颠牛就要遭遇独守之时 嗨仔连忙喊了体育老师的花名字 这才让体育老师暂时恢复了神志 三人才妥妥逃过了一场劫难 他们知道这件事肯定是不简单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对付怪物的办法 未满十八的小屁还偷偷来到女茅厕 却意外发现老师竟然是一只怪物 很快学校里的同学都被控制 他们眼神呆滞如同形式走肉一般 现在必须找到对付怪物的绝绝 于是三人急忙闪现到了图书馆 意外发现一张三五十年田的报纸 上面报道一起学生集体失踪的案件 还有一张学生集体的合照 可以看出当时只有一个幸存者 而这个幸存者正好是嗨仔的爷爷 经过询问得知 由于怪物听力比千里尔还要灵敏 所以凌乱的噪音是怪物最怕的声音 此时学校里早已被怪物攻破 老师跟学生家长还有学生 都变得如同形式走肉一般 而这天正好是月圆之夜 怪物也因此法力大增 很快怪物老师面无表情走到大堂 大堂里全部人都成为他的傀儡 只见老师小手轻轻一挥 家长们纷纷坐到对应座位上 被控制的同学嘴里口吐完咽 眼看老师正要一口咬下去时 躲在暗中的嗨仔连忙冲出来阻止 老师见此火大的不得了 随后马上挥手控制了两名家长 下一秒嗨仔被押送到老师跟前 并强迫他吃不要钱的巧克力 就在这危机关头 颠牛跟西施已经来到了广播室 放了一手非常牛叉又好听的柯木三 怪物老师听到后头疼又欲练 连忙捂着耳朵 急急脚离开了大堂 随后学生跟家长都恢复了正常 本以为危险已经被完美解除 没想到广播室的磁带突然被卡住 果然没了柯木三的神助攻 怪物老师又闪现了回来 说一定要把嗨仔做成红烧肉吃 只见他双手往后轻轻一挥 卸下了伪装露出卢山真面女 二话不说大大力抓住了嗨仔 就在这声鱼死的紧要关头 有驼老头突然弹起了吉他 吹响了毫无节奏感的扎音 怪物老师听到声音用力无路 不受控制般慢慢升起到半空中 三五秒后就发生了剧烈的暴打 怪物老师也妥妥不见了封印 同学们跟家长都恢复成正常的非常正常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